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获安言 杨文津对谈节目 似乎很多人都很期待我们开始 我们现在开始了 感谢各位观众支持一下 因为这个我刚才预告了很多人心急了 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背后两张图 也要介绍一下背后两张图 这两张图都是小见 如果要推翻转头是不是831 旺国外面的人摆花 还比旺国外面的人摆花 这个是什么图 这是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面有不少人摆花 悼念英女王 相关的情况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集体摆花 因为事源没有任何人去动员 英国也没有动员什么人摆花 但人们又很自动自觉 很自发性地摆花 更加有很多人趁假期或排队写吊念叉 这种情况当然对于亲北京阵营来说 这件事是相当尴尬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标题 北京和家超都非常尴尬 但是不知怎样好 很明显英女王嘉宾是成为政治上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能够妥视为解决呢 给一个大大的问好他 因为你老实说 你看 这个天气现在阳光普照 竟然站三个小时去悼念一个这样的 你那张照片近一点 后面的人都看到 小孩也有 年轻女儿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传图都可以 好 我们看看你的传图 小孩也有 年轻女儿 甚至这个妈妈可能是三十几岁 都是回归了之后 之后才长大 其实他们又不见得那么多人做了公务员 和这个舌头婆基本上是 为什么这么什么呢 后面有个伯 那个伯就正常了 但是摆了枝 摆了花 这么热闹 我想 我看外媒也有报道的了 就是香港 当然他们的设计位就立刻是说 就是香港人还是很怀念英国人了 这件事就会令到李家超很尴尬了 李家超昨天我听着的 有人问他 他说会派适当代表 如果他这么说 他自己不会去了 他去中环上班 其实走上去真的是十几分钟而已 你如果约定打个电话 没理由要你排队 当然是让你进去 拍照也好 怎么也好 进去悼念了先吧 或者你在门口放着花 拍个照 走也行 但是为什么他不去呢 你觉得为什么他不去呢 由你去分析先了 我这些有立场的 就是文官你看 为什么他这么避忌呢 就是要去悼念 照理就是很简单的事而已 会这么尴尬呢 而这个尴尬是因为北京 直接是要指示他要低调呢 我已经骂了几天说他为什么不下半期了 肯定不会啦 应该没 都不会啦 没声没气 没正式获葬 但是还有几天啊 这些尴尬的场面 是不是要找这个食環去清牆呢 我都觉得敢不敢呢 我真的觉得有趣 再这样摆 越摆越多那怎么办呢 这个真的是大问题 香港人你知道啦 就是热情起来那些这样的 喂 其实有群聚的 你看后面李庄厂后面那里那么多人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发699G 这个真的是 真是问题啦 等你发挥一会儿 你先说一说 你怎么分析整件事呢 那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新组织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是刑道振的 叫做香港华夏教育机构 什么叫做香港华夏教育机构呢 所谓的香港华夏教育机构 是由六个爱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爱国的教育团体所组成的一个机构 而这六个团体分别就是 就是教联会 香岛 香岛机构 汉华机构 培桥机构 福建机构和奴校机构 相对应的就是这五个 这样的机构分别就是 开办香岛中学 培桥中学 福建中学 汉华中学 和勞工智帝学校 当然了 勞工智帝学校这个名字 据文就有些人觉得 不是挺好听的 我们现在的学生都不是勞工智帝 所以就改了名字叫做创之中学 但是呢 依旧了 办学团体仍然没有改名字 勞校教育机构 不要紧的 这些其实都是名字而已 简单而言 这些不同的组织 都是一些在香港活跃的 一些亲北京阵营的 一些举办的学校 他们就搞了一个 香港华夏教育机构 看回来 对于星岛日报 我们知道星岛日报 是属于佳兆业的 佳兆业是广东的一个 很著名的地产商 这样就报道到 所谓的年届96岁的英女王去世 例显示社会 潜藏暖籍情结 社内集体心理认同 逆反心理成为 香港社会发展的一大引诱 就说到 组成了一些这样的机构 实际上 我觉得 真正值得注意的 其实是我屏幕里面 大家看到螢幕 左手边的小孩 这个小孩 不知道他什么背景 但相信他是出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而不是英属香港 因为英属 几岁 是的 但是他家长带了他来 悼念英女王 这样的情况 只能够说一句 究竟现在香港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必须要从香港的人口结构和移民结构 去作一种思考 我们知道 现在官方上的说法就是 香港从来不是殖民地 而只是接受殖民统治 而另一边商 我们也看到 其实当时联合国是将香港 剔出殖民地之列 也当然是反映着 毛泽东、邓小平两代的中央领导人 他们本身在国际政治博弈上 我中的名字 他们是非常成功地通过 他国家上的影响力 影响到联合国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 一向都是一个中国很重要的工具 虽然他是美国去控制联合国 因为他给钱最多 但是中国仍然有办法在联合国 取得了不少有利于中国的一些决策 我们看到例如美月 是陈福古真和谭德塞 先后成为联合国旗下 世卫的总干时 已经可以看到 中国在联合国这一个环境之下 玩得挺得心应手 当然他虽然玩得得心应手 但是他从来因为资金资源上 不能投放太多到联合国 所以中共的先手仍然在美国上面 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但是虽然在联合国方面 或者在国际政治方面 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一个桥牌迷 他很喜欢说是桥牌 台湾有电视剧叫国际桥牌寫 那套戏和桥牌的关系是零 他是用桥牌来比喻国际政治和国际博弈 这个说法或者很多人都觉得 桥牌和政治是有很大的相关性 但是我们回到相关现在的问题上 就是说相关由于很明显地 英属香港的统治期间 香港是出现了经济高速发展 而这种经济高速发展 不论任何阵营任何派系都无法否定 不但香港更加歌舞升平 在很多发展上都有很优秀的表现的时候 那些人将当时作为英国法定元首的英女王 视之为一种标志或者一种符号 是非常正常的 所说的悼念英女王 与其说是简单而言 他们与其说悼念英女王 不如说悼念过往的good old days 就是一种nostalgia的感情 一种对于过往美好日子的一种看法 因为对于一般的星斗市民而言 一般的普罗大众而言 尤其是我经常都会分析 香港人对所谓政治的认识 是比较不太充足的 所以跟他们的后席理论 殖民主义左右翼等等这些问题 而且还要当时港英 用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去进行行政管理的时候 他们其实到现在有几大程度上 会了解所谓政治上是怎样的一回事 这些东西给大大的问号 但是有很多时候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说 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云大理想 他们也不是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政治理念 或者政治的立场 这件事我们看回投票结果 或者2019年区议会选举等等 这些就可以见得到 而当中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不类梁振英或者叶刘淑书 都是去了悼念英女王 这就更加吊诡更加有趣了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 我们知道有些是红有些是蓝 但问题是他们依旧去悼念英女王 所以相关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共识 或者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深思和值得大家研究 之后也会说一点关于 因为我们知道当中有不少人 是对于这方面的悼念 始终有些人 会分析一下当中是反映的 香港怎样的一组撕裂 或者对于香港什么为之共识等等 或者我们知道经常都会有很多人去留意 可以回到当年六七十年代 包括之前我和安Sir说的历史系列 就有说过我就是左翼运动 究竟他们那套左翼运动 或者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会有所谓的左翼失语 当中说的左翼 其实很可能究竟是什么东西 或者当中和现在所说的 一种政治正确浪潮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有关的 可以这么说的 我觉得比较敏感的就是 如果那些人现在这么怀念英国 没什么机会 英国国庆又不什么 尤其是近来又不断叫人 那些移民英国的风潮就是这样 我是特首 我都不希望那些人太过亲英 北京也是不喜欢 那变成了这个香港政府 现在不是好像很尴尬的吗 究竟应不应该悼念 官方的立场怎么 你又不可以不发过声明 或者发过燕电 因为北京都做了的时候 你香港政府没得不做 但是这么近的地方 就是你作为首长 如果不去呢 这个是一个姿态 去还是不去 到今天都不定 有人留言 六八九 我都知道叶楼也去到了 叶楼也去到了 代表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代表呢 其实叶楼也代表不了香港政府 因为它不是政府的一部分 是 当然不行 不是的 它是顾问 首席顾问 这个不负礼仪的 就算你特首不去 其实你政务司司长都应该去的 类似了 那为什么不去都要 这个是政治敏感的 当然如果你说摆明是不高兴 就是中英关系 那这个说法 究竟是香港政府的合场 还是外交部 中国政府的合场呢 那如果我是外国人 我是英国人 或者我是研究中国政治 香港 亚太居那些政治的人 我就一定会说是 不是中联盘 是外交部 駐港办事处给的指示 那这个代表 现在不会说 但是会留起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呢 我认为英国不会有任何姿态 甚至不会鼓励香港人去 因为免得有事发生 就是如果你阴谋都看 会不会特意在香港搞 就是叫亲英的人 亲美的人 发动群众 你看到后面 那599G 发不发呢 就是走去 那就已经是一个变相的 群众行动了 你都知道 是否七六年天安门事件 和八九年天安门事件 你都知道这两段历史 多敏感 都留给你介绍了 可不可以将它和今天这个情况 类比呢 你说如果突然间 一旦香港没有了几年 没有了人上街 突然间借楼借楼 各个的杂花粗上中环 那香港政府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在花园 不是不是在花园道 那里要在上面 就是很高的 那位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些群众 勇去悼念的时候 就始终 两次天安门事件发生一样 我觉得香港政府最害怕 就是这些事发生 而这几天呢 越来越似有这些迹象 有这些迹象了 那相信 就是我就说 是尴尬不止的 也都所谓特首自己都 就是 不要觉得它应该去的 很简单 就是落落大方这样 你知道啦 梅菲定论 越来怕的事情越会发生 越来怕的 越来怕可能就 过两天周末就发生了 那当然我们都 太平了这么久了 如果借英国人死 而出现这些事呢 又是国际头条 又搶了别人的镜头 我很相信 你说就算是英美 特别是英国人 他不希望 大佬人家国葬 他不希望 香港因为国葬 而有群众聚集 接着有冲突 那对他是很不开心的事 他都不想 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可能会发生 可能会发生 引起这些事件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香港政府呢 或者加上这个 駐港办 国外会议 就是外交报纸 他们可能就想得太多了 的确 由于他们想得太多了 所以他表现出来 就施施缩缩的 但是他这种表现 香港人一感觉到 那可能就触动了香港人 另一个意念出来 不弱而同的意念 那这个呢 这几日越来越强了 那现在 刚才有人说 排队排到香港公园 再下一些就是金钟了 就是排队走上去 那这个现象 会不会又引起国际关注呢 那这些互动性的情况呢 是不是好像天安门事件那样呢 那交给你去评论一下 和介绍一下两次天安门事件 我们可不可以应该类比到这样呢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是这样 最怕就是这样 我就不是能够理论上 可以讲得有些什么必然的关系 但是如果那个感觉是这样呢 那人同此心而已 可能真的会出现这些 借悼念香港人上街的事件 那这就大件事了 那你怎样看呢 这方面 就是和天安门事件的类比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看回对于所谓的两次天安门事件 那样看回当中呢 我觉得首先由一点开始去分析 大家有听过有一句话 叫做日死为大 那其实因为对于中国这个农业 以农立国的国家来说 其实人的世事呢 由于是主要的信 也是祖先崇拜 跟着就出现了所谓的余式道 那但是余家思想当中 也都很涉及祖先崇拜的 那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那所以我们看到 就算香港都有类似的一些看法 那所以这次其实香港人 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呢 政府也都反映着香港本身 就是中西合璧 它是用了一个等于 仕头婆这个称呼 其实是很反映着 香港人是怎样看应对我们的 那但是 是很亲切 是的 回到有关当时呢 1976年和1989年 那其实是建基于周恩来世世 和胡耀邦世世的 因为我们知道了 在中国整个社会里面 其实是很难会有些什么群组 所以很多时候 你死了人 一定就是会聚集悼念的时候 那这些很多时候就算 怎样去尝试避免群组运动 但是大部分人都有共识 就是人世世是要尊重的 所以呢 就会很容易就不论 例如周恩来世世 当时其实是毛泽东管治的 最末端 去到差不多完结的时候 或者去到胡耀的时候 正直跟着就直接间接 那样导致了跟着六四 所以呢 实质上这两件事件 都是涉及民众在悼念的情况下 是因为聚在一起 大家聚在一起 就会有交流 有交流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 现在和当这些政治人物 我阵的一些政策 和现在的政策的一些分别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呢 当中呢 我觉得 我会很认同王sir的看法 1976年去悼念周恩来 1989年去悼念胡耀邦 现在去悼念英女王呢 本身呢 实质上呢 都是和相关的 就是呢 由于这些人都是政治人物 英女王可以理解 当然他没有实权 大家都知道 英女王是政治 大家的元首 例如新加坡总统 新加坡总统是没有实权的 一点实权都没有的 那他就是纯粹 因为他建立了共和体制 就要选个总统出来 但是总统的意义上面是零 没有人懂他 没有人说得出 新加坡总统是谁 给几个文化 真是不记得 真是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李显龙 然后可能下一任 你总理会是王秦才 但是问题 谁是总统 甚至乎新加坡 可能也有些人是 不知道啊 有时候说不出 不好意思啊 所以当中这个就是问题 他们既然都是一些政治上的人物 当然他就是反映著 英女王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因为他在位70年 差不多是由50年代开始 即是差不多就是战后婴儿潮 他们是陪着各位的战后婴儿去成长 所以当中我感情 并不是一些反直理论 或者一些阻翼理论 是可以抵消得到 尤其是还要在管治期间 间接的管治 名义上面 是表现良好 那些人更加是 而且还要香港本身 是一个很反左的地方 为什么我会说反左呢 就是因为阻翼思想在香港 是传播上面有困难 就算有这些传播也好 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化了 一些以进步主义包装的 一些改良理论 这些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或者一些新左理论 但这些其实是建基于 他们不是建基于俄国 不是建基于延安 不是建基于南昌 他们是建基于 去加州的三藩市 或者洛杉矶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资产阶级下的一些改良 和一些资产阶级下的 一些生活方式 正如捷古华拉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竟然被印了 在作为资本主义市场之下 商品的T恤上面 这件事是何等的讽刺呢 我自己认为捷古华拉 知道自己的样子 被人这样拿来用 我相信他会变得很满 但是我们回到有关香港这方面的问题 民众的看法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认为当时是管得好 所以就会去悼念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有些人会对此不以为言 认为值得去悼念 当中有些可能是 例如在港英时代的一些左翼 或者一些传承了一些思想 相信了一些想法的人 他们会觉得不应该悼念 但是我会觉得当中所反映的 正正就是因为很客观地 香港整个主流社会都是傾右 那就很自然地 是会建基于所谓政府表现 或者建基于一些右倾价值 但我觉得都是比较政府表现多些 因为当中大家不要忘记 当中还有很多人从来不投票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Jason 你是97后出生成长 基本上我发觉你也是很留意英智时候 以及那个公务员制度 你也很有研究 甚至乎你的文化 甚至乎你的文化 认同都相当程度是英识 是吧 人同似深 我来讲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是我有趣的地方 因为 就是说虽然现在才搞国民教育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97后已经升了之旗了 一来二来 其实那些人是接受了 尤其是开头的一国两制 挺愉快的 就算是民主派司徒华领导之下 起码头那几年 迅速转向 都认同中国人身份 大多数香港人 反过来 那时候我记得有个民意调查 是去到八成的 认同中国人先 后来慢慢就反转了 认同香港人的八成 认同中国人的两成 现在到现在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你问我 我不明白的 不过我直接问你 就是容易了 就是作为年轻人 这个已经不是英治时代 我们就没得说了 你现在除了一些路名 你可能成长还看到一些油桶 还有一些 其实不是那么多 symbolic的东西 都看不到港督出来说话 就是 除了新闻片你看得回 因为你成长看到就是 就是董建华 跟着曾蔭权 跟着就是梁振英 你看到就是这些人 政治人物 以前不是的 以前我们看到就是 就是有的比较 看到有的比较 我们看到就是 麦李豪 跟着就是我老板 跟着就是尤德 跟着就是韋奕迅 跟着就是彭定康 那这些人 他们那些风度 那些吸引力 那当然还有陶杰 就是不停地赞赞 那变成了其实就 很入了民心的 课给课 你中国人出来 就是 香港人自己 出了特首 没有这些 这样的 級别的 令一般民众 信服的领袖 而那些领袖 只不过是 英国来的 英国来的 就是反而那时候 我还敢怒他们 这样 一般人真的很崇拜 那些英国人的管治 本来过渡了之后就不是的 但是我记忆中 董建华的蜜月期 都是一年两年 那些人就开始很不妥了 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 没有支持过哪一个特首 是曾蔭权时代 轻轻有几年都叫做好些 是现在的网站叫做好些 其实都不见得特别欣赏他 他是爵士 还有一些英式作风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为什么年轻一代 特别有兴趣 其实就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很直接说 为什么你会 好像欣赏英国人 或者你喜欢去研究 当时的制度 或者你好像已经是直接 是在延续着 就是英国人那种管理文化 政治文化 觉得那样东西才是正宗 香港人现在这些就很不正宗 现在这些这样的方法 近年一两年更加不正宗 那为什么你的直觉是这样呢 就是你好像是完全是 在我来说你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说叫做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 又骂他怎么也好 直接跟我评论有关 跟你就没有关的 你是直接是 就是后 中断的 回归过渡之后的中断 才开始 评论政治 为什么你好像直接 就是延续着 这个 就是英式那种 那种 那种 其实问你是最直接的 而且我可能会得到答案 我想你讲一下 那我猜 首先我说回 我本身是99年7月1日 香港主权移交 梁周年 我一个早上出生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本身 我当然在香港出生 那关键就是 香港是一个什么城市 我想香港最初是一个小渔村 或者有些小渔村 跟着有些居民 很少人 没什么人 然后拓展新界条约 1898年 跟着新界又有些原居民 这些是香港原生的人士 有些原居民 有些原民 当然原居民的定义之下 有新界 他的政体是谁建立出来 他的政体是英国直接建立的 这是第一 这是很特殊的 所以当中 但是我们 我们有多少 又真是所谓的 原居民 其实是极少数 或者是赶狗的原居民 这些是没有记录的 有些是旦家人 那些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哪些是他们的后代 也不知道 但是 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不同年代 来自中原大地 移居到香港的一些人士 那 这个情况就来了 就是 那些这样的人 用脚头去到香港 而香港是一个英国的领地 我的政体或所有东西 都是根据英国的文化 所以他 就和所有其他的殖民体制 本身已经有好调诡上的不同 我们用一个数字上 我们会说得比较清楚 一个地方 给一个例子 英国现在殖民尼日尼亚 OK 尼日尼亚 本身是有一大堆人 北边就信伊斯兰教 南边就信没有宗教信仰 信拜脈教 或者是原始信仰 接着 英国人来到了 因为我这里是整个他拿了 北尼日尼亚和南尼日尼亚 那就是两个东西来的 但是宗教信仰都不同 文化都不同 但是 所谓反殖之后 就变成一个国家 那就经常来乱 因为这个原因 但我们先不要理 我这里本身已经有居民了 英国或者有些本土人士移居了过去 或者有些可能隔壁厄文龙 也有些人移居了过去 或者其他例如 尼日可能也有些人移居了过去 北尼日尼亚都未来 但是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原生的人 可能是占了九成 但是香港却是 当中原生的 是占得非常少少到去 原居民应该也是很少 我相信 如果这个数字应该5%也不知有没有 5-10% 我给了10% 而90%的人 是他们 选择了用脚投票 他们其实 变成等同移居了英国 现在是英国管治的城市 所以当中 我这种看法 他们必定当时 是会千三万岁 不论他们是被迫 还是自己自愿 还是怎样 总之他们就用投票 下来 这件事本质上 已经是 投了英国管治方式 而非中华民国的管治方式 北洋政府的管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治方式 一票 这些人下来 所以他本质上 由于他的政体上 都是这样去运作的时候 这就很明显 跟着他们的后代 例如这位小孩 都会认为 原有的 因为他们原本是这样的选择 那我必须要说清楚一点 虽然是有这样的选择 但是这件事 并不代表 并不代表 他们会因此 所谓民主 这些是没关系的 大家千万不要打算有什么关系 纯粹就是一种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 出来了 是会有蓝 有黄 什么都有 当中也会有一些 是会现在选择去英国 这些又是另一堆 所以当中到底代表什么 或者对我这一代人 他们会怎么思考 某程度上我这一代人 很多都会认为 一个梁正善治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就是要在本身实现到梦想 是非常重要的 而如果答不到这些要求 就会有很多人选择走 但如果有些走不了 又看不到出路 就会出现社会事件 我相信这方面很简单 当然这方面有一件事 他必须在这里 我觉得责任上 怎么都要讲一讲 就是当中 究竟应该 谁要为所谓的产业失衡 去进行负责呢 我觉得很多不同 力量的领导 或者这件事 我个人觉得 是一个 不能怪谁 因为甚至很可能是因为 或者我之前都分析过 没有人会知道 现在工业 科技等等 那些东西是这么重要的 所以这件事 难怪谁 但是不论如何 他说的其实就是 我的人他本身 例如为什么用所谓的反殖的理论 或者脱殖 暖殖这些这样的思考 去尝试去解构这方面的现象 是会有问题的呢 原因就是因为本质上这个移民的情况 我的人的原生地病不是这里 如果所有人都是原生 你没有人移过来 用殖民体制去分析是正确 但是由于我都涉及了 我的人的原生地都不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很吊诡 所以香港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澳门有少少不同 因为澳门是一六几几年 已经开始有袍国 而且他也都 他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大限这件事 只不过是袍国自己去放弃 所以当中澳门和香港的情况 虽然他刺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 但是两者绝对不能够相提比论 澳门就六七年我们说过了 一二三事件 是不是一二三事件 类似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接受 就是中国华世那种形态 当然了 葡萄牙都没有在澳门推行过 选举民主这些东西 所以澳门就是差不多了 其实他们一向都接受了 老共那一套六七年之后 但是我们到今天都在抗拒 看这些留言 悼念英女王就不会成为天安门事件的翻版 正常我觉得不会的 不停说 不过你知道所有这些 这些历史事件 往往都是一事前 国家不会就会发生的 很神奇的事情 当然了 不希望它发生 也有人说去了领事馆 回来等了三个小时 两点半才走 似乎越来越多人 利用着这个悼念 順便出来群众聚集一番 希望都是没有事发生 我们不是想有事发生的 不过就是觉得 这个程义杰很神奇定 还在发酵 听你这么说 其实很简单 其实大家还活在英式的统治的风格 文化里面 是这一两年硬硬振了一些东西 其实香港人所有期待的东西 都还是以前那一套 文责、管理文化、咨询 咨询是重要的 当时是什么?彭丽智说的 我们一向是民主的 我们都叫知意识民主 Democracy by consultation 他认为香港是有民主的 不过他没有选举 现在问题两样都没有了 越来越 但是如果我们大声吵 还有一些反应 这个就是他知道 咨询的重要性 留下的一个习惯 希望这些仅有的东西 至少能保存到 不要说搞悼念 都可能演变成这个不愉快事件 我基本上都尊重了 是头婆的 我想都没有人希望的 我相信这次就不会的 毕竟香港就不是中国 这样 还有几天的 应该是周末才是国葬 很多国家都很出席的 基本上中国派不派人去呢 都是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要点 无论如何这件事 就会成为过去的 难得有个这么凝聚香港人的机会 某些类的情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你连梁振英都要去 有共识的 都还是觉得英国人 你怎么说他都好 他对香港是有贡献的 这些都值得大陆的人 看到香港这些新闻 希望他们想多些 想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很希望 共产党来的吗 解放你 为什么走了二十多年 这些还是怀念的呢 这些很直接的 想一下自然希望他用脑子 好 好 那秦丽要让你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都很活 你有没有去补充 我们好像有几百人 三百人等 今天 多好 反应多好 看看你还有没有补充 你补充完就可以 可以介绍你 预告你今晚说什么 那我估计我的补充 或者 因为我最初今晚打算 就是说田北辰 说其他关于抗疫的东西 但是我看到大家似乎对 相关关于英雷王世世 以至香港人的导演 说多几句 所以今晚会继续跟大家分析这方面的议题 但是我估计我先做一点补充 那我自己看到 或者由于我本身 我读的一些书 或者从小到大接触开的知识 都是以左为主 以右为父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建基于左傾思想 去思考问题 因此出到来的一些立场 对于香港的原生制度 都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 我看的左其实并不是很多 例如John Ross John Ross是所谓的正义论 不是我的 可能是老迅 比如老迅 或者其他的一些 例如柏洋等等 或者毛泽东等等 这类的东西 即是他所谓的 可以说是老了而不是新了 但我们回去有关脱绩的问题 或者所谓的主观意志 客观现实 不为主观意志所动摇的时候 这样出现相关现时的现象 根本已经可以很充分地反映 相关一些角色各样 不论是各类的左翼理论 实际上都是难以去解释 香港这一个特殊的情况 亦都是今次这件事件里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本身透视了一点 就是对于左翼思想各式各样的局限性 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亦都似乎是缺乏左翼的传播 左翼思想的一些传播 所以当中这方面 我觉得也是一种矛盾 因为缺乏左翼思想 有两个地方 或者全世界有两个地方 是最左或者最没有左翼思想 或者左翼思想 基本上是被完全消灭的 两个地方 一个是香港 第二个地方 大家都猜到是哪里 是新加坡 这个是很明显的 其实这两个地方是很反映着 当中究竟为什么会到最后 是消灭了左翼思想 关键就是因为 当中的地缘政治下 其实都是和中国共产党 它本身的滲透力有关 所以到最后 不论是人民行动党 以至港英 它都采取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 但是它同时地 也都我们看到现在来新加坡 新加坡还站稳到阵脚 但是当中我是不排除它 纯粹是因为香港这方面 在市场上有所流失 但是我会有一种看法就是 当中左翼思想 看似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于所谓的经济发展 但是很多时候它却是所谓的凝聚大众 和令人有所寄托的做的关键 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 都是没有宗教的情况下 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之下 这样左翼思想是有它存在上面的重要性 这一点我觉得 相关究竟要如何在香港建立相关的 至少我觉得 对于要求香港人 必须认同左翼思想 是困难不现实 以及不尊重香港人本身的意愿 但是我觉得对于香港至少 是需要认识一下 就算不喜欢也好 至少要清楚了解 你问我我都再思想 研究得多也有不少保留 很多保留 但是当中我觉得 我这种不认识 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背后当然涉及香港本身 我这种知识型经济 也不是一种真正地 去强调知识科技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中香港出不了晶片的问题 或者香港最初的晶片领先 到现在已经荒废了 这样会不会涉及 急攻近利 或者KPI只看着利润 这些东西我觉得必须 在怀面当年的Good Old Days 都必须要知道 今天的日子 是当年Good Old Days 是一种延续 是一种触摘 它是根本两者 是一只鸡生 一只蛋出来 它本质上是延续 是一种因果 所以必须要面对 当中的Good Old Days 它并不是 由 现在的日子并不是 石头爆出来 而是去日的日子 就延续 所以当中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去日的日子 当中有些缺失 令它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是的 那没有事情要预告 就完结了 没有事情要预告 是的 今晚我原本 原本打算和大家分析 有关田北辰 田北辰的说法 就是评计这个疫苗通能症 的一件事 要 珍奇欣的看法 就是对于一针不打 立事疫苗通能症 方针 以至料备检测 好资近80亿 但是 看到大家似乎 对于今次这件事 有兴趣 就会继续和大家分析有关这方面 以至一些左翼相关的 即是有位本身有内定背景的 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士 有一段评论 这段评论是没有公开的 但是我会用它一种类似的方法 因为私隐上的原因 我就不会尽用 但是我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当中究竟是反映什么 当中如果在政治学上的角度 因为我觉得它的分析和我想法很相似 这种分析之下 其实是代表着什么 或者这种分析之下 或者香港之后 是应该要建立一套什么体系 因为我们知道香港 或者我们去分析香港的社会运动 长期以来都有一句 叫做散水社运 这个散水社运的意思就是 有一个很经典就是 有支联会游行 有位执事 就说资料会游行里面 竟然他们一旦走 不是去悼念当年六四 而是说今晚买球 利物浦还是阿仙奴 几天讨论这些东西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或者 诶 集会结束明天上班 这样 这种情况 真是陈孝文就突破了 他爬上一棵树上 集会结束之后 但问题是 当时的文章 觉得不爱国 很奇怪的 那这些是什么现象 或者为什么 之前又现在这样 但08年那时候又爱国 或者香港人很多时候都爱国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也一定会提起 就是当年1982年的维持现状文章 之前是跟大家分析过的 这样当然会继续提起 大致上就是这样 好 感谢各位观众支持 我看到刚才高峰期有300人在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好 那今晚继续来你那里坐一会儿 大家去 记得去光顾一下 是的 再见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记得订阅网上频道 订阅网上频道 订阅网上频道 按钟仔 分享给大家 感谢各位观众烈烈的支持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